冬糖的蜂王乳 它就有一點點像是 綜合維他命的感覺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就有三大類的營養素 糖類蛋白質脂肪 只是一點點脂肪 然後另外就是它有很多的 維碎素B群 然後還有一些礦物質 所以其實它是在古時候 其實很多這個 我們都會聖品 古時候的聖品 那古時候沒有綜合維他命 對 所以那有點像是 古人的綜合維他命 對 那另外就是說 它其實就是它發現 尤其在更年期的人 就是不是只有更年期 而是說因為它的文獻 在做在更年期的部分很多 對 他就發現 對於更年期的保健 尤其是睡眠 然後這些都是有幫助的 可是至於說 為什麼會改善 這個機制我們沒有那麼明確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現象是很明確的 對 就是理由不知道 可是知道就是 吃了是有這樣的效果這樣子 對 像我其實也有在吃蜂王乳 妳更年期了 沒有 剛剛跟你講學年 沒有 更年期 更年期更有文獻 就是為了要精神啊 為了要氣色啊 那剛剛JuY姐想說 脾氣變好 那我覺得我是皮膚變好 哎呦 不是皮膚變好 而且皮膚會變比較Q彈 不只是臉上 連身上的皮膚也會變比較Q彈 這個要問妳好 我真的問妳 就是我老公跟我講的 哎呦 她就說 最近好像不太一樣 哎呦 說我有在吃蜂王乳 會不會是這個的關係 她說有可能喔 然後跪著我說 我停一下好了 有一些就是想說 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也吃完了 對 然後她就說 妳要繼續吃 妳確定那個是真的喔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 它是一個比較綜合的營養素 那其實這部分 你只要把它全部該攝取的 營養素都攝取到的話 其實妳身體會感覺比較舒服 比較放鬆 然後妳睡眠也會相對比較好 但是它有一個維生素 非常特別針對皮膚 頭髮跟指甲 這些會讓它比較好的 所以在這個B群裡面 妳剛才有講B群 那B群裡面就含了這個 比較特殊的B5在裡面 那最重要的是 當妳睡覺睡好的話 我們的退黑激素 也會跟著調性的非常好 那為什麼叫退黑激素呢 顧名思義針對我們皮膚這一部分 讓它不要有那麼多的暗沉 比較亮的話 我們叫做美容膠的話 也是屬於睡眠品質好的時候 所產生的 所以當妳睡眠好 妳又攝取到足夠的維生素B5的時候 妳皮膚怎麼不會變好呢 當然也會變得比較Q 這就改善老化了嗎 對啊 良性的循環 當然了 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那最重要針對剛才講說 更年期的這部分的話 它的 它的作用有一點像女性荷蒙 但它不是女性荷蒙 所以男生也是可以吃的一個保養品 男生也可以 男生也可以 因為它不是女性荷蒙 所以剛才說我的皮膚也會變得比較 Q彈 其實有很多的洗髮精 沐浴乳 這些部分它都會跟你講說 當你皮膚好 會跟你加維生素B5在裡面 有些品牌都跟你講說 洗髮精都會跟你加這些 但是你不是抹在外面 你直接吃到裡面去 你每天都在補充這些成分進去 當然你的皮膚頭髮都會變得比較好 漂亮 而且你想想看 其實這樣的東西 它其實是從古代開始 就是古人的保養聖品 比如說我常說 東西方 最愛保養最有名的兩個女人 都有用到這個東西 慈禧太后 一個是東方 就是慈禧太后 你有沒有發現她真的很愛美 因為她什麼東西都很講究 你想想看 她光是泡腳這件事 她夏天跟冬天泡腳 要用不一樣的東西 夏天要用那個 我們菊花茶 我們喝的也用泡的 冬天可能甚至有一些人生 什麼東西也會放進去 對 她泡得很好 她就覺得很在意養生 但是要吃什麼 她的美容秘方之一就是什麼 就是蜂王 真的啊 對 至於西方你也知道 西方最美的古代 自古以來最美的 最有名的女人是誰 埃及業面 對 就是他們這西方人 他們也發現說 這個東西似乎對女性的 整個抗老化 整個保養是有效的 所以你發現古人 他們其實通常是觀察現象 他們不明白裡面的理論是什麼 但他們知道說 普遍吃了這個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他們就開始廣為流傳 但問題是蜂王乳 還是得要分辨它的好壞 那怎麼樣來分辨 對 所以我們當然想說 其實因為這幾年蜜蜂 其實持續在減少當中 所以你會覺得 但是蜜蜂的產品 好像都沒少 所以你就必須了解說 那我在選購的時候 我會買到真的是好的品質 夠好的產品 那大家如果要注意說 剛才有些所謂認證之外 你要知道說 蜂王乳裡面真正最重要 我們認為是一個指標性的成分 就是剛才講的 鬼西酸就是一種脂肪酸 因為鬼西酸在很多的研究中發現說 它可能就是蜂王乳好的指標 比如說它包括一些 他們做的體外的抑菌的 然後調節免疫的 抑制種的相關的研究 都是用鬼西酸來做 所以如果你要了解說 這個蜂王乳它是真的夠好嗎 那你可能要了解 它是不是有鬼西酸 是不是真的夠 它這個裡面 還有一個芝麻素 這個芝麻素加蜂王乳 它那個功能是什麼 我們剛才先講 其實芝麻素本身 就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物質 大概如果有自己打過芝麻醬 或是買那個芝麻醬回來 你會發現是 如果存著芝麻醬 它其實沒有想像中容易壞 它也會不含放腐劑 可是你會發現它真的不容易壞 你不要跟我說放在外面 其實它放冰箱 其實它真的不是一個 很容易壞的東西 因為蔬菜你放冰箱 它都很快就會壞掉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其實它本身是一個 很強的抗氧化物質 那我們其實 我們華人一直都覺得芝麻很好 可是在日本人 他們把芝麻就是 做成了這個保健食品 他們卻發現 把它做成保健食品 去強調它的芝麻素 他發現那個芝麻素的特色 然後發生了它的 很強的抗氧化 那如果它跟著蜂王乳 一起食用的話 它可以保護蜂王乳 讓蜂王乳的效果 可以更加成 就是你們剛才說 想要睡眠體質更好 或是皮膚更Q彈 就是讓它的這個效果 可以更彰顯出來 那睡好覺 當然我們知道就可以抗腦了 但是如果從飲食上面的一個 改善睡眠的問題 可以怎麼建議 其實要提起大家 睡眠這是一個很個人化的差異 你會發現真的 有些的差異性很大 那我們只能說一個 整體的一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睡眠的時候 就是睡覺前 就是盡量不要喝太多一瓶 因為會影響你的 這個半夜的睡眠品質 那再來睡覺前 不要吃太多東西 因為有些人其實真的會有 吃飽就是跑去睡覺 但是那個你睡得著 可是你會發現你睡不深 就是半夜你會容易醒來 它只是讓你好睡 但是不代表一路好眠 一夜好眠這樣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這個是不老秘訣3 好 我們來看看這一點 就是每吃一口食物咀嚼30次 會議當中的激素 有延緩老化的作用嗎